要跟你出家啦 我很苦啊 我知道他是假的啦 他是被他的媳妇气得要出家的 不是真出家的 我就笑一笑啊 不理他 再隔一个礼拜来 叔叔 我跟你忏悔啊 我不是真的要出家的 我跟你忏悔 我说 忏悔什么呢 那件事我早就忘了 忏悔什么呢 我如果记在内心 我如果对这个起烦恼 你跟我忏悔就有对象 他本来就像镜子一样就走了啊 还有什么忏悔呢 他心里夸爱啦 说我上个礼拜 让师父生烦恼了 没有 你要生烦恼是因为有所住 有所执着 才会生烦恼 没有执着 也没有什么炎量 也没有什么 这个要忏悔的 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你把茶禅的道理用在生活里面 茶禅只有你在喝茶才能够用 对不对 那你天天是不是要用你的手 用你的脚去生活啊 听懂吗 所以在禅观里面 这个是基础的东西啊 就把你注意到你的走路 你看到一个人走路 说这个人走路姿态不太好 然后你看你走路 我也学习怎么走路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师啊 对不对 学走路学了好久的一个时间 他要把那个书本放在那个上面 很专注的走路 专心走路 专心走路就是把心设在这个走路的当下 设在走路的当下 你情绪一浮动他就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修定的特质 然后看到情绪的浮动 然后用智慧处理情绪 指观 见法就是这样 很简单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要训练到这样 这个指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时候 好像摸猫舟老实那么专注 观的时候像镜子 我们的行动像猫专注 然后像镜子 猫跟镜子记起来 你就知道怎么修行的 专注嘛 专心 你在听别人讲话 有没有专心啊 专心 专注 专注的时候 那个听了语言 然后如果你不认同他 你会产生情绪的反应 情绪的反应 你不要直接反应出来 你要用镜子观察他 这个反应 不高兴的反应 让他人生人昧消失掉 这个就是入了空性智慧 道理是这么做 你修行的过程当中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就是你在 以末动经当中都在修行 你在听人家讲话 也在修行 我们一般反应 定力不够的人 听到不高兴 马上一句话就回嘴 然后那个双方就冲突起来了 有修禅定的禅修的人 不会这样 他听了以后不高兴 他会深深吸一口气 然后去处理掉他 那个负面的情绪 处理掉 处理掉 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也一样 我们都很有心 可是脾气很暴躁 很多都很善良 可是脾气很暴躁 很孝顺 但是受不了父母亲的唠叨 然后情绪就反射出来 整个的美意 孝顺的美意都破坏掉了 我自己曾经也这么走过来 我知道 我好像上次讲课 我都会提到 我们这个 有时候你的爸爸妈妈 就是你的善知识 他来检验你 你的习气 有没有除掉 没有 所以他天天给你关心 给你唠叨 要吃饱一点 不要太累 你听了 听几次 有没有很缓 你有没有 把这个带到 你的家庭里面 深是菩提树 注意自己 注意自己 注意自己的 这个 这个 手跟脚 注意自己的呼吸 你就注意到自己的情绪 就能够调伏 那呀 训练 他这么唠叨的说 你会 那个心一环 你就会从口液出来 就毁他一气 比较重的话 稍微重的话 出来 那个阴言都不一样 破坏 他会乱想 对方会乱想 我师父对我不好 他没有安全感 我师父 我的儿子不喜欢我了 我还是去住养老院好了 你回去试试看吧 真的 修行不是那么容易 要把自己的 身口液调伏 调伏到 没有这种 暴冲的状态 要下功夫的 有时候 我们会失去正念 就在想事情 想还的事情 哪一个 工作上不如意 你就失去正念的观察 你心里就很缓 又别人给你唠叨一下 你就暴冲 暴冲出来 还能够回到原来的 平静的个性 还算不错 有的暴冲出去以后 就一冲就不回头了 怎么是一冲不回头 任由其事犯难 然后又怪罪别人 你不要 我心情不好 不要惹我 就把所有的什么 错都怪到别人身上去 一气不回头 这边是讲到 我们的建修法 去慢慢调伏情绪 贪嗔痴的情绪 调伏 顿法 就是我们参长讲的 本来无义无看话头 要有比较 清静和好比较久的人 才能够领悟 他说 苦恼当体即空 生起处即昧处 你看他的智慧越来越高了 生处即昧处 看到环脑的本质 延伸里面虚妄不实 所以不执着 环冲是执着的 要了解这个道理 慢慢的解除那个 不要放在内心里面 那是算是不错的 当下里面 就当体即空 要很高的智慧 所以呢 是苦恼当体即空 生处 生起处即昧处 生活实修当中呢 虐在的观念 无所住 无不执着 不放在内心里面 修久了 他的时间会缩短 本来可能你要放下的时间 你要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呢 就观察个两三天 才放下 现在活在当下里面 看到就马上放下 看到自己的执着 看到自己在弃一个人 你看到了 马上就放下 才不会把这个 盐破坏掉 你如果生气 放在内心 放了很久 就开始在破坏 人与人之间的盐混 哪怕是 这个盐 是很轻 很轻的盐 父子也好 夫妻也好 那个心都在 成就一个盐 那个破坏一个盐 都是由心所限 你一直气他 一直气他 就在破坏这个盐 如果你有智慧 知道 那个心是 没有实体 希望性的时候 你当下放下 还是一样 很自然的相处 所以我们为什么 常常讲 刚开始相处 这个盐很好 然后慢慢的 就是冷冰冰的 因为心里有鬼 心里有烦恼 心里有执着 很多的不愉快 放在内心里面 那个疙瘩 很难处理 智慧高的人 当体就空了 所以外在的行为 时常觉察 严禁 练这个心 看到那个境界练心 所以六祖的祭是 菩提本无数的 明镜亦非台 我们要参 这个清静的自信里面 我像也要空 我空华空空空空 所以也要回空反照 参我不可得 我本来就不可得 这比较深 所以菩提 这个树也是 因缘合合 也是空的 明镜 明镜台也是空的 意思说 我向我的心向禁止 我也是空的 禁止也是空的 用的方法也是空的 三轮全部空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但是要碰到外境 也要练这个心 了解 悟了以后 还是要修了 还是要锁住六根 依照境界练心 否则我们理体上了解 碰到境界来的时候 又迷了 又被境界打败了 所以悟了以后 开始修了 修什么呢 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执着 要修正 所以 离可顿悟 是要渐渐修 习气要渐渐地除 但是 这个解决习气的方法 那就不一样了 跟鉴修方法不同 所以很多大乘经论 就从这里开发出来 在达摩悟性论里面有谈到 他说 贪嗔痴亦无实信 就讲到 怀恼跟菩提的关系 心跟火的关系 最后讲一点点就好 讲多了 没办法理解 也听不懂 你看 达摩祖师开悟说 贪嗔痴 没有实在的性质 主位听好 所以 就 众生而言 能够回光返照的话 了了见贪嗔痴的 贪嗔痴性 即是佛性 贪嗔痴性 也是佛性 这是心 这个不离佛 佛不离心 贪嗔痴外 更 无别有佛性 达摩祖师说的 我说的你会怀疑 所以我引达摩祖师说的 你就不会怀疑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顿目修的人 就是这样修的 我们见识修的人 就是说 我要用戒定会 媳媚贪嗔痴 贪嗔痴 是三毒 听懂吗 这也是对 但是你用一个法 对治一个烦恼 是不是三轮没有空 法没有空 法没有空 怎么见性呢 怎么回复清静的本性呢 清静的本性是离开 我空 法空 空空 伤空的 所以他讲 贪嗔痴 没有实在的性质 是深深昧昧的 虚妄像而已 所以对顿目的来讲 它不是毒 它是一种 从清静的本体里面 显出来的一个像 跟作用而已 所以它会超越使用它 所以我们进入了 本体的生命以后 所有的外界的东西 好坏都是 在它的掌握使用当中 譬如说 中药里面 披霜 是不是毒啊 披霜你用对 对象的话 是不是以毒攻毒 就变成药啊 听懂吗 贪嗔痴 是不是毒啊 如果你用对地方 以毒攻毒 是不是变成药啊 可是你在用这个毒的时候 有没有被这个毒读到呢 比如说 我们都讲 佛法是慈悲的 可是慈悲 你要看对象啊 你对他越慈悲 他要得寸进尺啊 那你是不是要 你知道这个人 你对他越好 他越造业嘛 对不对 他是损害了别人 又要吃定别人 那学校很多都是霸凌的啦 但是佛法里面呢 就献那个狮子像 你凶我比你更凶 听懂吗 但是我这个凶 只是表象的凶 我内心不动 厉害不厉害啊 就献狮子佛 不动 我们怀恶不行的 我们怀恶在生气的时候 血压就一直往上飙啊 空性智慧不够啊 听懂啊 我们的空性智慧不够 就被这个 这个撑毒迷惑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乱用 你要有很高的 智慧力的人 才能够用这个 那只是一个现象 但是它是究竟哦 所以我们讲 生命进入了一种本体以后啊 任何法界的现象 都是为这个本体所使用啊 你看 就是我们呢 生命可以透过我们的觉悟 去主宰自己 但是我们因为弥后 就被我们的群细主宰 被我们的贪嗔痴主宰啊 没有智慧就被主宰了 有智慧就在主宰贪嗔痴呢 所以佛教里面的很多的菩萨 都是现那个什么 无毒鬼王啊 很凶的那个像啊 其实那个都是菩萨啊 那是菩萨 为什么 对峙那个不乖的啦 专门找别人麻烦的啦 你要现这个像 去降伏他 降伏以后呢 这种降伏是 这个 一个外表的假象 又不执着这个外表的假象 那个外表的假象 也没有实体 又回忆到清静的自信 降伏完了以后 就收工了 收工又开始 这个慈悲的笑容 你好你好 对那个善良啊 你不要用臭喊啊 他会被你吓死啊 我们那个道场 哪一个被人家吓死的 一个女生啊 才几岁啊 三十岁而已啊 他看到陌生人吓得要死啊 哎呦 他说被人家怎么吓的呢 他说 那个以前他还念大学的呢 人家讲话太大声了啦 把他吓死了啦 有这么脆弱的人啊 你不要吓他啊 你没有吓他 他已经死了 你还吓他 你要对他说 来来来来 不要怕 不要怕 讲话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现在还到我们那里去 得了那个什么 心脏很肉啦 人家稍微大声一点 他就很惊恐 那 那个现象是不是一个作用啊 是不是用得恰恰有 恰恰好啊 那才是最高的智慧 要用他 你们是使用贪嗔痴吗 使用他吗 你会被他迷后吗 使用他不被他迷后 是从真如本体起的一个作用 相用 叫做真空起的妙游 为什么讲妙呢 因为他也不是实体 用完以后又回归本体嘛 就像诸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嘛 有求有印嘛 现在我们怎么看不到观世音菩萨 有啊 你起心就看得到了啊 你有虔诚就能够见到他的显这个像出来啊 所以才叫千江游水千江夜啊 万里无影万里天 讲的就是如此 你有一个清净的心 你有一个虔诚的心 诸佛菩萨就隐陷在你的心里面 随时会出现 你看你有没有心而已啊 隐陷完了以后呢 求完了以后你不求他就回归他的清净的本体啊 长极光啊 他一片的本体是清净光明的 那的作用可是千百亿化身啊 要讲作用还要研究华岩的世界 研究到那个妙有的世界 一多互融啊 一个毛孔里面有互相的包容 那个世界很妙啊 我们有老师讲华岩的世界 可是他还没有讲到玄妙处啊 那个玄妙处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去体悟的 好啦 总结这里剩几分钟 我们这也是有老师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前面讲完了就知道啊 我们一般人总是心随的进转啊 随意也流转 不由己苦啊 这是修行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有时候他要选择环境 然后选择环境 然后那个环境里面吵杂啦 让他生环绕 他又换一个环境 不要这样啊 你在环境里面要跳脱环境 有一个禅修的一个修行者 去禅修七七四九天 功夫好不好啊 很好哦 但是他选择离开 为什么又离开这个环境 他说呢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都唱卡拉OK好吵哦 四十九天输给一个卡拉OK啊 很多人患这个毛病 你面对的是声音的层 你租到这个层数 把你的环绕散起来 你知道环绕的本质是希望的 生命 不要住在内心里面 你住在内心里面说 这个环境不好 就被自己的感受蒙蔽住了 你不是被这个 这个变成情绪的奴隶吗 你如果超越了情绪 你就是变成情绪的主人呢 祈愿诸佛奇家备 慈悲光碍杜颂申 生命鸿法大道场 时时与您相伴随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你就在道场里面 因为我们叫 生命电视大道场 这个大道场在干嘛 慈悲所有的生命 放生 也不乱 万晨 一 我们下午 他们